待会儿林医院委员咨询完以后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卢委员好 部长辛苦了 部长 这两天因为台飞关系紧张 所以两方的网友有互相害到对方的网站 我方就把对方的政府的网站给攻占下来 换成中华民国的国旗 然后把他们政府的网站变成聊天版 他们也瘫痪了我们一些政府的网站 像经济部啦像这个总统府听说都被害这样子 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在五月份报税季节 那财政部财经的资料尤其重要 我不晓得财政部这段时间 你们报税的网站有没有异状安全吗 那甚至包括对统一发票的网站啦 或者说我们一些各自的资料网站等等 财政部整个网站尤其报税方面 目前有异状吗 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都非常注意 委员是不是我请苏主任来给你做详细的说明 不用了 我只要知道 那第二个 因为双方都有高人 那骇客怎么一个害法 临时发生也不晓得 如果万一 因为现在正在报税季节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银行资料 或者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财务资料 如果被害的话 或者不能动的话 那民众要怎么反应 因为你的网站已经挂掉 他也不能上网去告诉你说 你们的东西 这个被害了 那我现在没办法报税等等 所以如果财政部的网站这段时间 尤其报税的被害的话 请问要向谁反应 打哪个电话 我们都有 国税局都有一个电话 在各地的都吵得到 就网站上都吵得到 网站就是被害了吗 就是被瘫痪了吗 就是如果被瘫痪了 他去哪里找这个电话 去哪里知道 你能不能公布一下 嗯 是我们可以 我们有国税局的那个统一的电话 来讲一下讲一下 来来 是是 没有 0800000321 打这个电话 是 然后就有人接电话 是 啊就会知道说 什么地方被害了 要怎么处理 那民众如果要报税 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他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向你反应 会有 会有真人接电话吗 是是 还是会转到云行 如果晚上的话 就会有语音录音了 第二天就会立刻处理 对 晚上会有语音录音吗 对对对 我们有语音了 那这段时间要不要特别战备一下 是 要不要特别战备一下吗 呃 网路的安全我们特别注意了 所以我们资料中心 有层层的防复 不是 我说晚上 这个0800 这只电话 要不要有人值班一下 研究一下了 好 是是 那因为那第二个 当然我刚才看了 10点14分 我们的股市跌了20点左右 嗯 那听说你们国安基金也在备战 啊 因为这段时间情势有点紧张哈 那国安基金是在备战状态吗 其实是密切注意了 不是备战了 就密切注意 怎么一个密切注意 就是看看股市有没有失序啊 这是我们每天的例行工作 我们每天都要看一下股市的状况 那这两天有特别加强吗 呃就是没有失序的话 其实国安基金就 注意了以后 就没有另外的相应的动作了 如果有必要 还没有必要动 用动国安基金 八大航库啊 其他基金也可以操作嘛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会密切注意了 是 另外哈 这个 呃 台积电啊 呃 过去 过去的记录显示 他是不是我们呃 国内呃 报税的前几名 是我记得都是你们财政部 优良企业模范的报税 大户嘛 对不对 台积电 呃 是不是大户我不确定了 但是 我记得报税好像都是企业界第一名 不是吗 呃 他金额应该 是不是报税的第一名 应该不是了 应该不是 不是了 有前十大吗 有前十大 那你不要部长不要替他说句公道话 因为管中民这个主委说啊 要求贬值的啊 都是9B企业 因为最近这个 有这个企业界啊 跟行政院长反映 说我们台币要适当的贬值 如果不适当的贬值的话 会害死台湾的经济企业界 那有的呃 这个企业界很急 很生气啊 就是说 哦 如果不能适当贬值 我们的9A总裁 也也不过是个9B总裁 那这是企划 结果我们那个经济会的主委 就强出头 他说这些要求贬值的 都是9B企业 那在你们这个财政部的资料里面 像我记得张忠谋 这个董事长 多次里面要求政府重视汇率的问题 那要适当的贬值 那你认为台积电是个9B企业吗 呃 事实上汇率啊 有中央银行去负责啦 它是不是该贬该升 因为汇率是一刀两面啦 扁的话是对进口不利嘛 但是在你们财政部的立场 对 从角色的立场来看 台积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企业 是9B还9A啊 9B我不太了解它的意思 那是A的 A是好的 它是好的 是好的 是真实的 因为我看今天就有今天就有这个 今天就有这个报社的社论啊 在评论这个事情啊 是 他说要求贬值就说人家是9B 这样子很不合理了 所以政府官员不能够太傲慢了 不能够傲慢 另外就是有关于证所税这段时间 因为现在呃 至少在执政党里面啊 那已经加快脚步 那我们的这个执政党里面的这个呃 有关于呃 证所税的小组呢 有我们呃 非招 非招集人 他也是这个小组的招集人 他已经刚才发通知给我们 希望加快速度 这个礼拜三晚上就要开会了 那所以财政部的角度也不能慢呢 因为你上次接受我质询 也表示说财政部要提出自己的版本 那如果说 诶 执政党自己委员都已经在开会提出 讨论要因应的版本了 那财政部也应该要配合一样的脚步嘛 可是你刚才在答询说 你们现在还没版本 那我就想了解 我就想了解 你们要提出来版本 一定是要能够达到你所说的嘛 落实公平正义 有开征 那能开征到嘛 第二个 要股市动能要能够好嘛 那可是 现在意见证分析 你总是要知道 怎么样才能股市动能 好啊 怎么样才能刻得到税 刻不到税都白弹 连证交税都没了 没错 所以呢 我想知道 因为你们到底了不了解 股市投资人 怎么样才愿意进场 你才能刻到税 才能到达到公平正义 也才能达到股市动能 才能进场 所以呢 你对股市投资人的心态 你们了解 他到底希望修改什么呢 部长 有 事实上了解 都这些反应我们都了解了 你那你告诉我 现在股市开户大概近千万 可是真正在动的 大概四百万 他们最需要修改什么呢 部长你的了解 反应最多的大概就是两点嘛 一个就是 就是天险的问题了 就8500天险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10亿大户以上 他怕资金或者流程被查税 被曝光的问题 你说的这两点 你说反应最多 是经过科学调查 科学根据有一个民调的结果 还是你自己 因为这个委员跟你比较好 就跟你讲一讲 那个人跟你关系不错 跟你讲一讲 那你所接收到的资讯 你为什么提出这两点 这两点 部长认知这两点 可能将来修法的重要的版本 就在这里 那为什么是这两点呢 就是所有的 从舆论啦 报章媒体啦 委员直选啦 多方面的意见 有科学根据吗 没有 没有民调 没有讲委员讲的民调 就是没有民调嘛 所以财委会有通过我一个版本 希望做民调嘛 因为这也是 你自己听来的嘛 那可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也很难讲 所以你们这个民调 什么需要展开 它的版本是什么 你要问什么东西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呢 委员不是 建请金管会在负责吗 我们 金管会说要请你们做 说你们是课税单位啊 到底是哪个单位在做 没有 我印象中委员的建议是 金管会 所以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 金管会财政部 没人理会这个版本 大家各修各的法 想当然而 自己瞎子摸象 你摸到的像笔 像笔 就是说大象长得像蛇一样 然后那个人摸到的 这个大象的屁股 就说哦 大象想的长得像猪一样 胖胖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的 这个看法不一样 那没有科学 根据大家修什么法呢 那那部长刚才提出 你认为那两点最重要 哎 这个就引起我的注意了 未来财政部的版本 是不是放在这两点重点上面 那这很麻烦呢 部长有部长的认知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认知 执政党有执政党的认知 在业党有在业党认知 语论有语论认知 那很麻烦呢 所以要寻求共识 要沟通 那所以应不应该做民调呢 民调啊 老实讲啦 你对投资人要刻他的税 又对他做民调 当然他主张 废掉的机会会比较大了 你可以做两种的嘛 是 如果要废是怎么样 如果不废的话 你觉得哪些应该是修 你要进场嘛 才能刻到你的税 达到公平正义 又能够达到股市动能 他愿意进场嘛 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不愿意 去面对事实 这个问题很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财委会这个决议也没人理 然后但是部长心中有认知 就这两点 蛮重要的 那另外哈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 所以现在因为大家各说各话 就有人可以利用空间跟消息啊 就有外资在讲啊 如果费证所税的话 股市可以上9000点啊 多少外资 一兆多的外资愿意进来啊 这是不是放话呢 是啊 这变成说大家反正 谁讲的话有办法放到部长的耳朵 影响到立法委员 或者是在媒体上放的话 他就会成为影响股市这段时间 短期操作一个重要的利器哦 那这个蛮可怕的 大家都没有科学根据 所以像这个有外资在讲 如果费了证所税 股市会上9000点 会有外 上兆的外资进来 你是否以为然 我不以为然啊 你不以为然 对 那那 为什么你不以为然呢 因为在没有证所税以前 也没有这样啊 怎么费掉证所税 就会回去那个样子呢 股市基本上是反映基本面啊 如果经济没有好转 怎么一个证所税 就会影响这么大 所以对啊 所以你讲你的 外资讲外资的 那要进来股市的是外资 所以大家各讲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嘛 最后一点啊 你们要做这个汽机车 这个补助方案 经济部啊 他们又编这个预算 你们希望经济部编预算 现金补助 然后经济部希望你们降货物税 是 是希望你们降货物税 那你们是希望 如果要做的话 要刺激景气的话 那你们自己编预算去补助啊 那 第一个 到底是你们应该降税 还是他应该编预算 第二个 为什么不是冷气啦 为什么不是冰箱 热水器耗能东西 你用20年以上的热水器 我给你补贴 为什么是骑机车 这是一个 第三个 如果是骑机车的话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对GTP 会有多少的贡献度 在行政院内部的讨论 因为有委员提案 旧车换新车嘛 那我们是提说过去都用过两个工具 我先提目的是什么了 目的是要节能减碳 还是要提振景气 目的要把它确定出来 然后要达成目的的工具 大概就是减货物税 或者是补贴 这两个工具在过去都用过 哪个有效 时效性 还有人民有感 很重要 所以我就分析了 我说后税比较无感 人民比较无感 因为你是降厂商的税 那厂商要不要降价 决定在厂商 然后他不降价 他就说他给你零件变得比较好了 什么的 就会跟过去降甜桃 奇异果 降奶粉的效果一样 所以说人民无感 补贴的话 人民比较有感 他直接潜到口袋里 那院长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呢 院长听了 后来就说 第二个我说 货物税要修法 那修法当然 缓不继继 对 另外货物税呢 进口车也一体试用 所以变成高级车也要降 所以我说这些可能 没有像补贴这么能够对症下药 是 那为什么是汽机车呢 为什么是汽机车 为什么不是其他耗能的产业 用了二十年的冷气机 旧车超过十五年的车辆说太多了 就是太耗能 对但是有的冷气机 有的热水器用了二十年 它的那个功率也是很耗能 那个也在考虑之中了 项目都还未定了 是 好 那拜托你们要 你要坚持了 好不好 不要随便降税什么之类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卢委员 接着请李贵明委员 我们催地我们下一次的车辆